卻没想到《噩梦和杀戮》从此上演 本片是恐怖大师约翰·卡彭特《极地诡辩》的前传 大概因为实在无法想到一个更好的名字 所以新片干脆照用了1982年版影片的片名 这部电影表现的是一个普遍的主题 我们究竟该可以相信谁 如果我们失去了所有可以信任的人 这会怎样影响我们的生活 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如果这一切发生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混乱局面 影片上映首周获得北美票房第三名 美国阿兽记者 袁全的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